秋泽徐伟宁相恋六个月闪婚 晒甜蜜合照牵出半个娱乐圈 男女双方情史都太复杂 网友直呼这是浪男浪女的结合 徐伟宁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 与秋泽的甜蜜合照 俩人举止亲密 手上都带有钻戒 并且徐伟宁还配文直接官宣要结婚了 经纪人也透露俩人是因戏生情 拍摄 当男人恋爱时就看对了眼 此后交往六个月就甜蜜闪婚 而男方的前女友 杨成林大方对俩人送上祝福 也是引得不少网友扒出俩人情史 甚至有不少人 担心起了徐伟宁 毕竟秋泽的渣在约圈可是数一数二的 秋泽前女友唐嫣 杨成林一个接一个上人搜 最戏剧性的是 有网友发现秋泽几乎是演艺不倦 就收获一个前女友 因戏生情看来是他的强项了 唯一公开撇清关系的 就只有张俊定了 几乎每一个前女友对于秋泽的评价 都是差的不行 杨成林就曾在节目中 提到自己当年面对秋泽的冷暴力有多卑微 交往八个月就见了不到十字面 对女朋友都是随叫随到 爱理不理的状态 而当红小花 唐嫣当时与秋泽恋爱时 也被曝出予以于分同时交往 甚至公开表示过 男人不可能只喜欢一个人 最后也是秋泽单方面 曝出自己单身 而当时唐嫣前不久 还推移飞台湾为他敬声 因此不少网友都并不看好 秋泽和徐伟宁的结合 毕竟徐伟宁的情史也并不简单 传闻他已经是第二次结婚 曾秘密的和刘又年结婚 两年后又离婚 在此之前 他还和阮经天经历了八年的爱情长跑 但最终也没能修成正果 现在遇上秋泽已是凶多吉少 而且才认识六个月就结婚 也让不少人表示 太草税 真的不是因为年龄到了 才着急结婚吗 毕竟俩人也都是四十岁的年纪了 那么你看不看好 秋泽和徐伟宁俩人的结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